民国96年6月25号 当年时任桃园县长参访中立国小校内的国际英语村 这是桃园县府当时开全国之先所设立的模拟情境教室 让学生不用出国游学就能在全英文环境中磨练自己的英语口说 当时时任桃园县长表示 英语教育不但受到全民重视 更代表一个国家新一代的竞争力 所以当时桃园县府在努力结合政府与民间资源后 在县内先后设立的中立文昌以及民间基金会合作所设立的三个英语村 让小朋友体验到全英文的学习环境 为了让小朋友体验到实地的生活用语 当年中立国小校内的国际英语村设置了海关、机舱、餐厅、购物中心等实际环境 让学习的小朋友可以模拟实际环境 以英语进行相关对话 当年时任桃园县长也趁机跟小朋友进行英语对话 对他们能说出极流利的生活英语感到相当敬佩 时任县长表示 当年全县三个国际英语村以分区分校的方式 让所有国小五年级的同学分批来体验 让孩子不用花大钱就可以胜利其境地感受游学乐趣 并且大胆开口说英语 记者综合报道